明朝永乐年间 加入曹县的陈福生 夜宿一桩石遇到一桩怪事 深思熟虑之后 他将此事告诉县令 县令闻听陈福生的来意后 他微微一笑 说道 这是你应得的 安心收下就好了 那么 陈福生外出干活时发生了什么事 县令又让他收下什么呢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接下去继续今天的故事 洪武年间济宁府降维州 曹县随济宁州同属衍州府 陈福生的父母便是在这个时候 搬到曹县治田买屋定居的 陈姓夫妇为人憨厚本分 对待街坊林里 慷慨大方 谁家需要帮忙从不吝啬 又是出钱又是出力 陈福生受父母的熏陶秉性善良 是个热心肠的人 在陈福生15岁的时候 拜县里的王牧将为师 学习牧将手艺 王牧将为师严厉 陈福生出来乍到少不了挨骂 但是他从不会埋怨王牧将 反而是责怪自己做得不够好 在古时 学牧将手艺通常需要三年 这三年里不仅没有工钱 还得在铺子里做杂役 就算休息时都会被教去干活 每当这个时候 学徒们都会找个种理由逃避 只有陈福生任劳任怨 有时候还会代替别的学徒去干活 有一年的除夕夜 学徒们都早早睡去 唯独陈福生在铺子里坚持守岁 恰逢王牧将出来如厕 他看见陈福生一个人在铺子里 上前问道 别人都去睡觉了 你为何还要守岁 陈福生回答道 我怕烛火熄灭对师父不利 我娘说过除夕夜便然登烛 通宵不灭叫做赵旭后 赵岁之后 来年的时候 师父就能够财富充实 家人平安 王牧将文言很感动 心里嘀咕 这些学徒当中 就数陈福生被挨骂的次数最多 没想到他还对我那么孝顺 于是 来年复工的第一日 王牧将当众宣布收陈福生为徒弟 并且是关门弟子 这也就意味着 陈福生是王牧将毕生收的 最后一个徒弟 此番话一说出来 让众学徒羡慕不已 学徒和徒弟虽是一字之差 可是所学的手艺却是天差地别 徒弟所学的手艺都是师父压箱底的本领 学成之后就可以独自开铺子赚钱 学徒就不一样了 学完三年后也只是会一些牧将皮毛罢了 多数是留在铺子里继续打砸干苦力 谁也想不到 经常被王牧将骂的陈福生 竟然当上了关门弟子 陈福生受宠若惊 整日诚惶诚恐 就连吃饭也走神 王牧将见他如此 便将其叫道跟我问道 是不是在想比你聪明的学徒大有人在 为何偏偏就你会成为关门弟子 陈福生惶恐地点了点头 王牧将叹息一声说道 正所谓教会徒弟饿死师父 我把手艺传给一个不守本分的徒弟 岂不是砸自己的饭碗 除夕夜的一番交谈 让我看到你有颗孝心 我相信你一定是个好孩子 这门手艺传给你才能让我放心 王牧将说一个人笨不要紧 只要其能捕捉 一定会有所作为 陈福生想通之后不再钻牛脚尖 安心跟随王牧将学手艺 几年之后 陈福生顺利出师独当一面 他并没有选择自立门户 而是留在铺子里继续干活 王牧将劝过陈福生自立门户 但是遭到拒绝 陈福生说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我不能做个忘恩负义的人 您教会我手艺 我要赡养你到老 哪里也不去就在铺子里给您干活 原来 王牧将和妻子感情很好 妻子病故后就没有再去 两人膝下又无儿无女截然一身 早年间 王牧将也收了一二的徒弟 因学义的时候 受王牧将的责骂太多 一直怀恨在心 除事后双方也就老死不相往来了 陈福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深知王牧将孤苦无依 这才不愿离开 就这样 师徒两人在一起生活五年 王牧将因病药时无依去世 临终前都是陈福生照顾他 王牧将弥留之际 留下遗嘱将铺子留给陈福生 转下 陈福生年近三十多岁 这些年为了照顾王牧将 一直没有成家 皆因王牧将在世 最后几年得了义症 看见陌生人就会暴跳如雷 轻则骂人 重则动手打人 他心中只认可陈福生一个人 变成了一个老小孩 吃穿住行都需要陈福生照顾 这种情况下 陈福生一边要干活 另一边要照顾生病的王牧将 他实在不愿意此时成家 一来是王牧将的病情不允许 二来是他也不想妻子 跟着自己受苦 为了给王牧将治病 这些年花光了所有积蓄 好在陈福生的父母声名大义 经常接济这对师徒 如今 王牧将去世了 陈母就开始替儿子张洛亲事 很快就有好消息传来 说是陈东张福子家的女儿 相中了陈福生 媒婆给陈福送来张家闺女的四柱 陈福拿着四柱转身 就去找端公和八字 端公看后说 天造地设的一对 这可把陈家父母高兴坏了 他和儿子一番促膝相谈后 带着礼物去张家提亲 张家是书香门第 祖上出过状元 只是家业传到张福子手里 已经家道中落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张福子亦是有功名在身 虽然只不于秀才却闻才斐然 常有大户人家请他去家里当西西先生 为此被尊称为张福子 张福子西下有一儿一女 儿子叫张秀山 女儿叫张秀娥 张秀山天资聪慧 在张福子的西心栽培之下 十三四岁就能出口成章 是失礼八乡的小神童 可惜天度英才 就在张秀山十六岁参加童子式的路上 遇到一头蜂牛将其撞成重伤 还被蜂牛踩踏 带众人驱离蜂牛时 张秀山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张秀山被赶来的张福子送去救治 奈何病情实在太重 张秀山从此昏迷不幸 整日以人身续命 转下张秀山二十二岁 这些年张家为了给他治病 已经山穷水尽 姐姐张秀娥更是为了照顾弟弟没有出嫁 留在家中帮大护人驾将洗衣裳赚钱贴补家用 张秀娥容貌秀丽肤白貌美 早年间上门求取之人络绎不绝 只是张秀山出事后 张家的近况美矿欲下 这才门庭冷清下来 他们深怕欺了张秀娥被张家连累 其余的都是一些基于张秀娥美貌 想那他为妾之人 张家书香门第 师座妾为耻辱 言辞拒绝 是以张秀娥的婚事就这样耽搁下来了 转下张秀娥二十五六岁 在彼时已经是老姑娘 张家父母也是替女儿着急 张母整日以泪洗面 恰逢这时美婆送来陈福生的四柱 张福子文言觉得名字很熟悉 就问是哪个陈福生 美婆说 此人正是木匠铺子的掌柜陈福生 原来是他 太好了 此人正和我意 张秀娥见父亲高兴很是疑惑 于是张福子就把陈福生赡养王牧匠的事情说了出来 众人文言唏嘘不已 陈福生的名字瞬间在张秀娥的心目中高大起来 张福子见女儿没有反对 就让美婆拿着女儿的四柱去找陈家父母 果然没过几天 陈福带着礼物上门提亲 张福子怕女儿因为娘家贫瘠在公婆家受苦 于是他问陈福 以你家的条件 找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很容易 为何会看中我家女儿 陈福憨厚 陈吟一会 他坦言道 实不相瞒 当初我拿四柱去找端公盒子时 他说两个年轻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可是听闻令郎遭遇横祸后 我便打了退堂鼓 只是 福生的一番话说服了我 原来 陈福生知道女方是张秀娥后 力排众议决定娶她 陈富问为什么 陈福生坦言道 他有次去张家替张秀山修缮闯他 远远见过张秀娥一面 小的她是为了照顾弟弟才不愿出嫁 比起女子的容貌和年岁 心地善良才最重要 张秀娥是个善良的女子 将来娶进门 一定会是好妻子善待公婆的 陈富将这番话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张夫子 张夫子文言心里很感动 他说道 我女儿嫁给福生才是有福气 张夫子没有收陈家的聘礼 他说只要两个年轻人过得好比什么都重要 聘礼这些陋媳不要也罢 于是两家人定下良辰即日拜堂成亲 婚后陈富生带着张秀娥回门 兼岳母那么大年纪 还要伺候小舅子吃喝拉撒 心里有些酸楚 可怜天下父母心 为儿女操碎了心 回家的路上 陈富生对妻子说 娘子今后由我来代替岳丈照顾秀山吧 张秀娥文言很惊讶 他说道 这如何使得 夫君每日外出干活就很累了 我曾忍心让你去伺候我弟弟 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 你的弟弟就是我的弟弟 有何照顾不得 陈富生是个有主见的人 但凡他认定的事情 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第二日 陈富生说道做道 下工后就去张家照顾张秀山 帮他换洗衣裳 为他吃饭 解放斯林得知此时候 都夸张秀娥眼光好 嫁得如意郎君 转眼过去大半年 陈富生除了照顾张秀山 还承担起张家的日常开销 就连张秀山每日必吃的人身钱 也是他拿出的 陈富建儿子这样做事非常担忧 他趁张秀娥不在家 将儿子叫到跟前直言道 福生 你这样下去还能撑多久 之子莫若富 陈富小的陈福生这些年的积蓄 为照顾王牧将所剩无矣 如今 又为了照顾张家人 一文钱当两文钱用 就差砸锅卖铁了 爹爹担心 我已经答应 去帮王源外的侄子干活了 他给的工钱很丰厚 带拿到了工钱 我就带秀山去京城巡医 陈福生口中的王源外是曹县的首富 他的侄子是河道衙门的管事 几次三番想让陈福生去河道上干木讲活 都被他以双亲在 不远游为理由拒绝 如今 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仅靠在铺子打家具难以维持开销 没办法只能答应王源外去河道上干木讲活 并且王源外还答应 只要陈福生干完活 他会帮忙引荐京城的名医 替张秀山问诊 于是 陈福生将这件事和妻子张秀娥坦白 妻子哭着说 都怪我不好 才让夫君背井离乡 陈福生劝慰说道 娘子别这样想 我们是夫妻 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 照顾家人是天经地义的事 怎么能分对错呢 这些日子就得辛苦你照顾家里了 我会很快回来 到时候带着秀山去京城治病 他一定会好起来的 几日后 陈福生跟着王源外去往外地 他到了河道衙门后 王管事对他很是热情 陈师傅 总算是把你判来了 原来 王管事奉命在河道上修建一座木桥 此处河流湍急 普通拼街的木桩打入河床不到三天 就会被河水冲垮 当地有经验的木匠发现问题 皆是因为木桩搭接时有缝气 才导致木桩不牢固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使用损卯记忆拼街的木桩才行 如今会用这门技艺的木桩 只有曹县的陈福生 隋某技艺是王木桩的压箱底本领 他只传给关门弟子陈福生一人 因此 王管事托叔叔王源外 千方百计请陈福生前来 陈福生得知此时候 并没有说话 而是亲自去河道勘察现场 在与当地有经验的木桩沟通后 这才深思熟虑制定出木桩的大致结构 众人齐心协力 历经二个月的测试 终于试装成功 用损卯树搭接出一座牢固的木桩 重阳节前夕 木桩顺利完工 陈福生带着工钱启程回家 他算过回家需要三天的路程 为了省钱 这三天就住宿在沿路的一桩里 所谓一桩 彼时只供某姓一家人之用 族里置办田产收租 赡养族人 一桩内设有一宅 供族人借居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各地乡生为了做善事 纷纷修建一桩 用来让当地穷苦人借居遮风避雨 长言道富不过三代 这些一桩也就无人经营 就变成荒屋 这时有些路过的商贩客死他乡 没地方安放寿财的时候 衙门就会将寿财存放在一桩里 等待亲人来接走 他算好搅成天黑钱 赶到成交的一桩落脚 头两天住宿的一桩都还有管事打理 住宿环境不比客栈差 稍许给些银子 就能吃到可口的饭菜 眼看离曹县还有一日的路程 陈福生来到回家前的最后一座一桩 想在此住宿一宿 明日天亮启程 大概晌午就可以到曹县 陈福生来到当地一桩门口时 就有些后悔 只见眼前是一座残墙断圆的荒屋 匾额上的自己已经看不清 几只乌鸦站在树枝上嗷嗷鸣叫 听得让人心慌 走进只剩下半扇朱七大门的院子 满地杂草丛生都看不清道路 院内有三间并列的屋舍 只余下中间的屋子还有屋顶 另外两侧的屋子只剩下被火熏黑的残墙 断裂的横梁随意扔在地上 原来这里多年前发生过一场火灾 一桩的伙计守夜时不小心打翻烛火 火势瞬间蔓延 五个一厢客商在睡梦中殒命 东架贤惠气就将一桩荒废了 牙翼只好将他们的寿财存放在此处 等待亲人来认领 这一放就是两年 期间来了几部外乡人寻找未归的亲人 可惜这五个客商都不是他们要找的人 只得让寿财继续停放 走进屋子 一股腐臭味扑鼻而来 屋内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 他点燃火折子后 阶下里看到的一幕让他后背发凉 原来这间屋子就停放着五个客商的寿财 屋内左右两侧 依次摆放着五具结满蜘蛛丝儿的寿财 他们分别用两张长板凳高高架起来 此时夜莺在之头咕咕叫 陈福生也是头一次见那么多寿财 心里有些甚得慌 只是此时城门啰嗦无法进城投诉 如果不住在这里 只得露宿荒郊野外了 权衡之下 他把心一横迈出脚步从两侧受财中穿过 这里已经很久没人来了 地上落着厚厚的一层灰 稍微走动就会扬起漫天的灰尘令人窒息 陈福生走到窗前 费了很大力气将他打开透气 他又在靠墙的位置清理出一块休息的地方 铺上干燥的稻草当作床榻 一路劳累吃过大饼 他便合一而睡 过了一会儿 他在睡梦中被凉一惊心 这才发现屋外已经下起倾盆大雨 门前的地面被打湿 陈福生此时睡意全无 他起身背着手观察四周 这屋子以前应当是个大堂 墙上残余着精美绝伦的壁画 连同木梁上都雕刻着栩栩如生的图案 可见修缮此间一桩的主人很是费心 可惜时时无偿一场大火只留下残墙断缘 这时 他瞥见靠窗户的两具兽材被雨水打湿 赶紧将窗户关上 兽材被雨水冲刷后 露出斑驳的腐木 上面都是些坑坑洼洼的小洞 应当是白以导致的 古人讲究入土为安 陈福生想到这些无人认领的寿材 风吹雨淋的存放在一桩里 心中感到有些凄凉 崇阳佳节将近 被家思念远方的亲人 咱们相见是缘分 如今离天亮还早 我就尽一些绵薄之力吧 陈福生见寿材在常年累月暴赛之下 很多地方都已经破损 有些于心不忍 出于善意决定修缮这些寿材 先是替换腐烂的木板 将白衣啃食的地方修补 最后涂上树漆仿斧 这一宿 陈福生不辞辛劳悄悄打打 不知过了多久 最后一具寿材修缮完毕 他长呼一口气坐在地上休息 耳边传来低大的雨水声 一股疲倦之意涌上来 他依靠在墙上进入梦乡 额寝 屋内出现五个黑影 他们逐个走向睡梦中的陈福生 朝他坐一行礼 并在他的怀里放了一样东西 额寝 五个黑影原地消失不见 雨声 憨声 声声不息 窗外机鸣三声 陈福生从睡梦中醒来 只觉得神清气爽 疲倦之意竟然全没了 他收拾好工具 背上行李出门 他将门窗关闭 防止雨水或者强光腐蚀受财 离开一桩后 他徒步走向曹县 忽然听见怀中有金石碰撞的声响 发出叮叮声 他触手摸到几块冰凉的东西 拿出来后吓了一跳 原来不知何时 怀中多出五根金灿灿的金条 陈福生一路上都百思不得其解 他晓得怀必其罪的道理 心中越发担忧 回到家里 妻子张秀娥见丈夫愁眉苦脸 虽问发生何事 陈福生让妻子关上门窗 从怀里拿出五根包裹严实的金条 张秀娥见后惊恶地捂住嘴 相公 你莫不是犯了坏事 陈福生连忙摆手 就将在一桩住宿后身上骤然多了 五根金条的怪事坦白 张秀娥闻言后沉默不语 五根金条的诱惑很大 这哥在水手里都忍不住想贪磨下来 可是 他却觉得此事有蹊跷 相公 须知贪小便宜吃大亏的道理 骤然多出五根金条 咱们不能隐藏 若是奸邪小人故意存放在你身上 想必他很快就会找上门来索取 到时候我们就危险了 哎呀 我怎么没想到这查 我这是把危险带回家了 不行 我这就去报官以防不测 张秀娥也觉得应当如此 陈福生不顾劳累上包袱去县衙报官 转下 先令赵大人在后衙处理事务 听牙一来禀告说 是村民陈福生偶然得到五根金条 前来上交 赵大人年近四巡 刚正不恶 素来急功好义 听闻陈福生时今不昧 很是赞许 于是把他叫来后衙 让其将事情经过娓娓道来 于是 陈福上就从在河道干木匠活说起 直到在一桩门口发现金条为止 赵大人闻言唏嘘不已 没想到陈福生有这般奇遇 他书读经时子级 很快就明白得到五根金条的缘由 他微微一笑 说道 这是你应得的 安心收下就好了 陈福生诚惶诚空表示不敢收下 赵大人向他细细解释 他告诉陈福生 五根金条是他处于善心修善 五具受财得到的报酬 冥冥之中有天意 好人有当有好报 赵大人亲自送陈福生离开衙门 见其远去的背影 忍不住说道 但行好事 莫问前途 回家后 陈福生将赵大人的话 付述给妻子张秀娥听 娘子放心好了 赵大人让我安心收下 并且我也决定接手那座一桩 将其重新修缮一番 给穷人提供遮风挡雨的地方 王元外听闻陈福生回来后 遵守承诺替他引荐京城的郎中 此人妙手回春 果然将昏迷不醒的张秀山致好 为了方便照顾一家人 陈福生在县城买了一间大宅子 将父母和岳父母接来一起居住 几年之后 陈福生双喜临门 妻子张秀娥诞下儿子 小舅子张秀山尽是极地连中三元 陈福生富贵之后没有忘本 一生行善积德做好事 从此 一家人平安顺遂 故事中 穷木匠陈福生 出于善心在一桩修缮破损的寿材 得以被馈赠五根金条 骤然富贵没有忘本 他不仅治好了小舅子的病 还让一家人过上富足的生活 皆是他做好事得到的回报 常言道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故此 常怀敬畏之心 谨言慎行 积德行善 方能享受福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